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臺灣新鞍街 我是阿民 張偉銘 今天繼續來關心 我們臺灣的疫情也要向日本 俄文看他們如何在疫情期間 來辦起來 我們看到今天的本土案例 16例 基督有這個 我們看到說 還有另外 這個京華移入裡面有九雷 基督也說有六雷經驗是頭部份 另外希望案例是五雷 另外一個好消息 我們說本地七月底要拚這個注射論 二十五趴這時候 繳繳要來完成 我們看到今天 因為通績已經有五百六十七萬四的人 已經注射 我們差不多兩三的這個部份 另外我們說到 剛才這個京華移入 未來可能真的會越來越多 所以累計在這個部份 我們說 就要專門來去做台減 出關的時候 你就用水管來去做一些台減 另外我們說到 真的對臺灣來說 這個疫苗消息是哪來哪好 今天我們看到一波一波 這個好消息是什麼 我們看到主座 這城也已經完成到 這個簽約 差不多五百萬 這個疫苗 我們說可能跟這個 台減電影 然後鋒害這個BNT 以後做回來去做進行 另外就要討論 BNT到底要向誰來住 過去這回東西 你也有說到BNT 可以優先去使用的 就是十二歲七十八歲 這個部份 在EUA頭上要如何改變 其實我們等一下好好討論 另外這個部份 就是要我們看到 當天這個部份 到底二文辦的成 還是辦不成 大家很關心 有人說很期待 尤其我們說 日空日空 本地就要來進行 但是原來一年 這一年其實這個日本 國內有很多種生意 也有人說我支持 贊成技術班 但是因為疫情的可能 有人說反對 在這裡我們說 已經最終的四十八點鐘 到底會辦下去 尤其我們看到 這尊這個二文船裡面 已經有七十九個確診 我們看到風雨的這個氣泡 是不是已經破掉了 我們也看到這個確診的部份 如果是選手 真的確診了 你製作人之後 要順利 你如果是要去比賽 比賽之前六點鐘 你就要再進行一次PCR 陰性這還可以比賽 我們也說到對日本來說 在政治有在支持版 俄文當時在民生也好 經濟也好 其實都會怕 我們也看到經濟 這個平白的大白豬真的會怕 他們的平白 非常受到影響 一些公共商也好 或是我們說贊助商 其實都技術來去出色 這個規模 但是這個東京俄文到底辦的行 還是辦不會行 其實我們看到東京俄文的 這個組委會 秘書長 他也說沒拜託 一個上月 這個時候來聽辦俄文 真的不到四十八點 我們看這個東京俄文的 如何去進行 如果真的辦得過 其實就是我們 以前只要辦一個大型的運動會 但是如果辦不過 可能也會影響到日本國內 他們的這個經濟環境 透過節目 我們做回來對位 請來請節目 上所有來賓 我們請請 新租協會 全聯會 法院議員 美建峰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請新好平 便宜進行 主持人 中如臺 我們請台灣 運動三百協會 理事長齊政賢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透過連線 我們要連線在日本的主持人記者 中無心 無心 大家好 感謝 我們今天四位要好好來討論 自我們的疫情出發 也要看東京俄文 到底辦得行 還是辦不成 我們說真的辦得過 真的是一個好事 但是對國內的政治 日本來討論 也是很關鍵 首先我們也是把這個 警察刷回來 我們臺灣 尤其我們看到 最前本土案的確診 差不多都是十幾個 另外大家就在討論 這個降級 我們也看到 但是中部 剛才有說到 那是說真的要降級 這個有的兩天 以後 有些這個基因 我們慢慢來推薦出來 先作為聽 這支援中心安裝說 那本土的病例有十六名 那境外移入有九名 死亡個案有五名 那居住的縣市 還是台北市九名 桃園市五名 新北市兩名 那這九例的事情是一個 等於是一個犯罪集團 偷渡 然後被那個海巡 攔截 那有裡面被淹出 那一批裡面有六名 到目前為止累計 接種567萬 4553人次 那Combinating疫苗接種人口涵蓋率 是23.5% 那計劑人工比是24.16% 昨天疫苗接種後不良事件的通報 總共通報了120件 那其中非嚴重的不良事件 有68件 死亡10件 還有其他疑似嚴重不良事件 有42件 那這10件的死亡裡面有6件是A.D 那4件是Moderna 10劑要捐贈的疫苗 相關的合約 初步的合約已經完成 那整體有1500萬劑 不過這個時程還是沒有辦法掌握 那等到這個時程有確定 那我們再會因應 那這個時候的需要 那做一個最恰當的安排 對 當然各地方 對於雄恩的疫調 整體的一個注意度 那對於雄恩的年齡層 我們也提醒 現在有這樣的一個趨勢 所以未來在做疫調的時候 各地方政府都會 會更密切的注意 也會加強我們區域之間 區域之間各地方政府的一個聯繫 那希望能夠讓這樣的疫調清楚 那及早阻斷這個傳播鏈 是我們觀察 今天16例裡面 台北市有九例最多通市 在這裡有五例 新北市 在這裡是兩例 我們剛才也說到 九例這個競話 以及我們說有六例 競原是這個途徒 所以我們說 各種競話 我們跟這個國盟 維度好 非常重要 未來也是這個補分 因為我們說本土 已經做到差不多了 但是未來競話 這裡要好好來風土起來 先邀請這個賣儀書 來跟我們說明這個 尤其我們看著說 這個國外 或是說競話 動不了 其實我們說白土 不論是變成白土 或是這個元素的白土 或是英國的 都會這樣繞繞繞繞繞 是不是這樣 是 現在我是覺得我們政府中心 我們風又是分解斷 如果看你現在目前的 團戰的這個疫情的情形 還要你的主管來 不斷改變你的作為 那麼目前經過 進來跟我們臺灣都要經過 現在都已經住在 執政檢驗所 是 而且他在入境的時候 住到一半的時候 改革離的時候 都會做一處的檢驗 所以像這種普篩的情形來做 我覺得已經對我們臺灣的共鳴 有很好的防護作用 另外就是說 我們現在對這些國外 來到臺灣檢查 用性的人 我們全部都有做PCR 所以就是說 我們這些所有 境外疫力的案例 我們都知道 它可能是Alpha Beta Delta或是Longta 這對我們未來這個疫情的 這個控制是非常有幫助 所以我們看著說 在台減這個部份 我們已經還有一次改變 我們的作為了 過去我們看著說 這個治療中心 那時候說可能隨時間 來去做一些條件 最後我們看著說 Delta病毒 真的在世界在討論的時候 真的開始在京外 這裡就要好好 再來巴關 完全開始做了 但是我們說 這個京外疫情的這個部份 我們說未來這個收入 其實只是會增加而已 但是做動好事 就不會團成這個社區 繼續我們請到這個 中央醫師 其實我們也說到 這段住宇宏寺的人 是哪來哪坐 七月底 我們本地要變二十五% 這段已經差不多要完成了 但是馬仔可能就有這個 紅太來 紅太來 其實我們看著說 其實有一些管齊 已經超級人的報數了 你怎麼看 其實我是覺得說 因為我們差不多一天 差不多都有一%的增加 住宇宏寺 所以苗仔再組織 因為我聽氣象報告是 明天晚上才會立 明天晚上 所以苗仔 還拚這天 對 應該二十五%就夠了 所以我也是覺得說 我們也是做好運的 大家都有那種 要去做 外公社 政府的政策 就是說不要等你 外公主席 不能等你 你如果不然我就 那種增加 那種增加下去 讓大家可以住 所以這個做法來說 我感覺現在二十五% 有人達成的時候 我感覺像現在 我們的消防人數 增加很多 不像以前 增加很多 增加很多 大家走得要死 所以我覺得 我們國民的追尊 如果高 政府 政府 因為中心這邊的凋政 滾動的策略 都有的凋政 所以我們沒有檢伏劑 我看世界可能沒人像我們這樣 可以做到這樣 說可以降到十八 五百幾個降到十八 這是不簡單 不簡單 但是我們真的要抱到一個感恩的心 要感恩什麼 感恩我們一本 送人三百多萬人 尤其我們看到在辦歐文 真的他們頭部也沒在燒 所以我們真的感謝他們 我們也感謝美國 讓我們這個疫苗部份 差不多這樣 中共加起來 也差不多要五百萬人 所以在日本 或是說美國家 他們扮演一個很大的角色 讓我們的註冊論其實可以提升 我們也說到我們是世界的模範 過去有人說 啊沒有啦 你這個本土已經站起來了 你的模範性的主計都提掉 但是我們也看到 很快的速度 我們就可以完成到抗疫情的部份 但是我們剛才說到 重點是一個雷 尤其我們說要辦歐文 怎麼辦得好 這個確診的案例 可以不要這樣穿那裡管 但是我們看到說 很多聲音 出現到底是要辦 還是不要辦 很多聲音 我們也有進入另外一個報道 我們先走過來看 從國際基調來討論 店面差不多都關起來 新冠疫苗影響以來 民眾是出國 很多加多 人數減少 各國也是持續減少 邊境 日本因為基盤 東京歐文國民大規 採用專案的方式 免掉參與者十四天的幾個減益 到底要怎麼可能 疫情是可以控制呢 日本政府 提出高共度的檢測 我們剛剛要駐兩次的PCR 因為現在疫情期間 所以可能他們政策 是要去栽培革性 對 這樣也敢謹慎 對 所以是日本現在應該 就是他們那邊規定 就是他們那邊規定的 檢測會進行到 入境日本之後十四天 算是入境前兩次 入境的時候要檢測 入境之後連續三天要檢測 以後每體記者 每四天檢測一次 三十四天又檢測一次 二十天來都總檢測 講的學者檢測是說 檢測的人差不多有四天 做一位政策經濟 日常可以在這個時候 抓出用性 就可以走進去 變得拖開 日常主辦方可以檢測 就是檢測 參與者往哪兒可以 流行配合 用政策的方式採用 這種未接檢測方式 學理來說 是可以即時抓出檢測性 日本人怎麼要求 參與者檢測 準修工業規定 禁止進入社區 但是經過公司記者 在檢測的觀察 接送外公媒體的 工業專車加速 除了家旁 水安並沒有特別掛 保護目標 或是請風向醫 在媒體中心 我們可以看到記者 水安拿來 跟董業開工 或是工廠 外公媒體所大的路 有哪兒有日本人在大 檢測的工業措施 未接的採減 在這方面 恐怕沒辦法做到這麼久 是不是可以安全基盤 真受科研 記者綜合報導 我們看到真的有的人說可以去辦 但是如果不會辦的話 其實會損失很多 我們看到政治是一根根 但是我們看到經濟 或是一些平白的 看到這不是小孩 怕影響到他們的行傷 所以有的就退出到 我們說贊助 或是他們的工庫 到底日本人怎麼看這回 俄文尤其在公益這塊 我們姓車不姓兄 這個全體來的 日本確診的人 越來越多 所以連專進精神 例如我們怕影響 已經跳到一千八百 三十二人 這是生計的1.5倍 所以日本政府 防疫單位 一個負責人 維森茂 他說 兩禮拜 會增加幾個兩月 所以他預測 八月的酒大概 可能幾個三千人 這是很恐怖 奧林匹庫的選手專領 已經有七十九個確診 這算是非常嚴重的疫情 但是原杜蘭已經有來 他有來日本 他跟日本的共產黨員 這個衛生 他們的這個衛生 衛生大臣 他說這個 要確診力 要清涼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盡量降低到最低的程度 盡量做就對了 他說把所有的確診都說清涼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大家也有共識 至於說一般一般 這個日本的組織委員會 奧林匹庫組織委員會 武藤民郎 他在說 跟路透社說 他說這個 在這個 最嚴重的情形 不排除停滯 停滯 要做奧運 但是這個 這是政治用益 他說最惡的藏火 他說是最壞的藏火 下廊 最壞是怎麼做最壞 所以他說是政治用益 他說這沒拜託 但是整日本來看 你說要停滯 大家是不可能 因為已經最壞的四十八點 前你臨時要把他發卡 發停 其實對日本的傷害也是很大 所以在這地 我們繼續好好來觀察 先感謝這個 不信心 待會再好好 跟你請教 其實我們派出到 很多我們台灣選手 六十幾個 我們也關心到他們的健康 我們看到說 真的 我們在本地 可以唱到 棒球的 俄文問票 但是本土以前 我們決定沒有在台灣 去準備比賽 去Mexico來去主辦 但是Mexico 他們買了 也只有三隊比賽 我們把放棄 這張我們說 想要拿這個棒球 俄文這張問票 就是因為關心到 我們這個運動員選手 他們的健康的因素 但是我們這組也派出到 六十幾個選手 去跟日本 他們要非常注意 為什麼我們先請教 這個理事長 我想現在是這樣 因為現在運動員 在練習跟比賽 不可能說把口罩都帶走 所以他們在比賽跟練習的時候一定是最危險的 當然要考慮跟人的距離 但是對於坦達說 我個人因為是不可能沒辦 因為運動員都公告 是不可能 因為我了解 IOC是不可能 給日本政府賣辦 其實日本政府本身 有人是希望賣辦 IOC要求一定要辦 因為已經演一年了 坦達說 台灣的這些選手 當然 特別選手出國進 都有做兩下 應該相對是安全 我相信台灣選手 對台灣是比較注意 防疫這些措施 所以但是起到那裡 當然一般一開始注意防疫 一開始注意比賽要表現 這個壓力是很大 我們說實在 是 所以我們台灣選手 在這裡因為運動的關係 雖然不可能一直掛掉 但是我們說 要手的這個風險 真的要做好事 避免到 因為如果真的影響 可能一四人 他可能在運動生涯頭上 可能就會受到影響 我們也說到 當天整個這個經濟 這個環境 真的是不適合辦 這個俄文 我們也看到國內 他們的國內 真的控制人有夠多 剛才我們說 疫情之下 當天是這樣放著 再收 放著再收 這時候已經第四次 緊急使臺酸原 第四次 要延長到 真的八月二日 我們說東京二文 三 還有這個 parlament 就是我們說 暫中的這個二文 其實剛才很大聲 在我們說 日本的這個觀察 他說第二的禮拜 第一的八月 第一的禮拜 第二的禮拜 這個我們說 比較前的這個 背所成功 後面還有另外一個 暫中的二文 其實對日本的調整 有幾段 所以他如果把這個方向 這個調整做好 其實對日本的 整體的國際 興奮是不錯的 但是如果是辦不好 其實也是一大傷害 另外我們剛才說到 靠近的這個部分 一天超過一千多人 這是從一位以來 靠近第二關的 我們也說到 剛才這個七十九雷 包含選手也好 官員也好 記者也好 靠近的已經七十九雷 另外我們也可以說到 其實有一些這個政策 因為在做 就是說可以放你們十五分鐘 去外面漏漏的 但是十五分鐘而已 但是我們也說到 未接受的 可能就是這十五分鐘 滴到邊 我們先請買醫師 怎麼看日本 這種的這個風險 這樣辦二文應該 特別來注意什麼 其實我是覺得說 在這個疫情 這個疫情是不可能離開地球 所以我們人類必須要跟這個 北斗好平相處 所以這次日本的這個奧運 也定是讓我們人類來觀察說 我們以後來恢復政策的行為 所以譬如說 剛才我們在這個片頭的時候 陳秀希到時候有說過 照現在目前 日本的方式來說 在我們帶這些病毒 他覺得有可能做到百分之百 因為他在二十天來 去美 日本二十天來 他就提 篩檢高拜 那麼我們在既美 日本進行 譬如說這個運動選手有任何的政策 無論是發生 加掃 勞品水 或是勞賽 他都是這讓我們有政策 有政策進行就有做PCR 有政策之後一定會再做 極力人又做PCR 所以如果是用一個冠冠比賽方式來說 這是有可能可以做到防疫泡泡 就是都不要打 都在這個安全的泡泡來進行 但是這個形態是真的成功 那麼有可能 以後我們全世界很多的 譬如說飛機 其實是說比賽都可以這麼做 那麼沒錯 因為他的打口在哪裡 就是說我們不可能 這個選手去比賽之後 就回去理貫 就乖乖都在理貫不出去 他有可能出去 三三步或十五分鐘 頭一個開 有可能走出去外面不讓發現 這就是一個小小的破口 但是無論以後這些選手 譬如說以臺灣來說 所有去到日本的選手 都已經做兩桌 以上的影響下 他就是表示說 他在日本如果不小心去遮到媒體 他也應該是比較不會進入黨籍 那麼回來臺灣以後 我相信臺灣政府 不要照這十幾天在黨天所發生的事件 來決定說入境之後要用什麼 方向的這個共度來對待我們的選手 所以我們對臺灣來說 一方便是這個選手 我們有保護條例 未來比賽結束之後回來臺灣 我們也是會把我們全國人民保護條例 另外對一個好處來看 就是說這個比賽 如果是日本真的成功 我們可以對這裡學習到 以後怎麼辦大型多年的經驗 就算他失敗 我們也可以知道他失敗在這裡 這個失敗的地方 我們有可能把這個空氣保護 保護起來 如果保護起來 也有一個新的形態 可以繼續 所以我覺得各位觀眾 我們不用太悲觀 我們要用樂觀的態度去看這件事件 OK 所以我們看到說 其實也有很多 我們說關門比賽 這款的這個作法 可以去把比喻 我們說日本的這個 我們說觀眾 跟這裡的這個選手 面對面接觸到 遞輸到這個缺錢的部分 但是就是選手 還是說其他這個人員 我們都要做好這個 這個風險 我們也通常就像這個 這個我們說有這個選手 他就這樣脫離 我們說這個選手船裡面 他就走去日本境來 去拿回來 這個影響可能也是 所以這個日本政府也不敢擲他 繼續要好好做風險 但是我們看到說 真的有人怕說 這是一種政敵的討論 另外我們也關閉到 一些sponsors 他們的這個影響 這個部分 我們也看到說 這個Toyota 這個汽車公司 他們說放棄日本 在俄文相關的電視工庫 他們的實證 也沒有出色到 他們的這個開幕式 另外一些大手 都是暫走上 也要決定停止暫走的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也說到 這個阿萨希這個新聞 他們也有說到 三分之一 他本身上是不相信 俄文可以安全去基盤 六千八 差不多受風假 都懷疑主辦單位控制疫情的 這個領力 這個部分 他們的領力可能會受到 這比另外五三五 是反對基盤比賽 繼續我們請教主台醫師 過去日本也十多年了 我們也說到 哇 這個日本要辦俄文 其實都有一個 我們說到 就是一些這個 有人說是鄉酒餐 一些這個 毛酒的出現 但是他們在這裡 我們看到一九六四年 其實他們辦這個俄文 是他們在日本 我們說經濟 或是在戰後 經濟一個大 起飛的一個市場 另外我們也說到 這回二空二空年的 東京俄文來說 也是過去三億 大地檔裡面 一個新清俄文 先說的一個 這個模範 但是剛才有疫情 從日本的民族性來說 如果他們真的讀過這種水源 這麼多人反對 順利讀過 他們這個模範 可以在世界上表達什麼 因為日本這十幾年來 他們的經濟 他們就沒辦法 還有田災跟水煩 紅水 他們這幾年 正經是比較慘 現在他們就是因為經濟 沒辦法 所以他們要利用歐文 來看經濟 辦法辦法 但是可能拍年 一年就沒辦法 這個疫情 所以我感覺是說 他們現在 還有這個經濟跟風險 政府在那裡 扭大所 扭來扭去 到底要多一個 所以你看他們的 經濟的時代的宣言 矽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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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說 他就是 今天那種經濟 崩潰 所以他又崩潰 崩潰 崩潰 還要緊扭起來 又縮起來 所以對他們的勞備時來說 已經 算是已經 批漏一樣 批漏了 整個都像手臉一樣 已經都涼過了 所以現在你看他這次 第四次也沒有人要插他 所以你看他們 剛才我們記者 他就在說 現在已經 批漏了 批漏 批漏了對他們來說 他們可能零號 多可能沒感覺 但是對我們來說 我們都覺得這麼多人 應該 應該不知道 還會死多少人 不過他們現在 有煮什麼 煮到六十五歲 以前差不多有六星至七星 已經有煮了 煮兩隻 差不多有四星至五星 所以老人在方面是沒問題 但是現在是 他們的統計 我每天都聽 NHK的新聞 是 四十歲到五十歲 現在是最多的 看這年 是 現在重症 甚至嚴重化的 這些也是這些人 主要他們這個Delta 這個北斗也已經翻開了 所以他們現在就是醫師公會 跟醫師的過文 澳門的過文 他們都說別走 別煩 別煩 但是政府就已經 頭已經洗到底了 沒辦法倒掉 要洗 所以我也是覺得說 尤其現在還進來 這有七十九歲 是外國人進來 這外國人 我也看這樣 一個就補 要不然要在家裡 出去 它有十五分鐘 可以出去買東西 去買東西 買東西 買東西 買東西就開始吃 是 這都是一個風險 他們跟他們 日本人又有一個 市場市場市場地營 盛 traffic 這類的 還要再看看 對啦 還去處理 現在如果 一起來 一起撐 那一起來撐 我的感覺 他們沒辦法辦到一片 他們就辦不到下去 因為在目前來說 像我聽到NHK的新聞的報告 他們的打球 日本的打球隊 南非的打球隊是第一次 第一次 是 但是南非的打球很多 裡面有五個 所以他們是要怎麼比賽 是啦 但是我們剛才也有說到 這如果是孫手 如果是打球 他說六點鐘之前 再做一次PC 六點鐘後 如果是陰性之後 他才可以去比賽 所以如果南非的這個選手 後來有一個沒過 可能他們就要這個選手拿掉 如果說打球 十幾人在打 如果有五個 沒辦法上場 這也是危險 可能就是日本拿到這場問票 另外還有一點就是說 現在醫療的病癒 這個量人 稍微看得很堅定 尤其現在來說 他們附軍的這些病院 他們要接受這些運動員 受傷的來治療 接受這些外面的人民的 譬如說有誇進的病人 他們現在不 跟我們不一樣 他們看這個也是要收在裡面 不像我們說有一個專制的病院 在那裡收 所以他們現在也在煩惱 到時候如果是這樣處理的時候 他們也會撞掉 OK 感染到 所以我們看到說日本政府其實不可以打他 繼續我們再請到這個五千兄 在日本 我們剛才也說 雖然有很多人歡迎他繼續辦 但是我們說很大的比例 是不要合辦 我們也說到這個高位 可能是日本要選舉 對這場疫情來說 對日本來說 還是說對這個Suga的這個 賬款來說 都是一個大挑戰 這如果辦得好 當然我們說可以支持 但是如果是真的使用力 可能我們這個賬款 就是大改變 你敢是這樣看 沒錯 政府他也知道 分隊的人很多 包括醫界專家 還是說一般意見的英雄 都覺得不要辦 但是沒辦不行 他已經已經辦一年了 已經是政府來說是真沒面子 但是經濟部門 剛才有說到經濟部門 日本的經濟部門一直都不說下氣性 所以希望這個經濟部門可以扣 這個奧運 可以拉起來 OK 所以他不然怎麼辦 他一定要辦 老闆下去 沒那個就不行 所以說 對這個防疫的問題 實在是有一個破口 但是經濟 經濟 經濟 比經濟 比經濟 經濟 比這個防疫的國家 過緊 對政府來說 不管說這個選手 做得很嚴密 都沒有破口 來說 但是這個選手 他一定是 不可能 飛鞭 跟日本老百姓 有接受的 接受也對嗎 譬如說飯店 有的選手沒有帶選手 所以他去哪裡飯店 飯店有日本人 日本現在 就是說 順利就是接種疫苗 接種疫苗 經濟最近的這個發佈 他說 注兩接疫苗的 那個人 跟沒有注的 這樣比較 感染力 降低到 15分之1 所以 疫苗一直注 他現在是注一百二十萬 一百二十萬人 所以是非常 速度 非常快 但是你這樣說 一些年輕人 他不足 一些年輕人 他沒聽 他沒聽這麼說 所以現在 在那邊 在那種動的 有九十% 三十歲 七五十歲 這是很恐怖 三十歲 五十歲 但讓我討論 跟我們臺灣差不多 一樣 所以日本在這裡 當中 面對著這個大外棟 大運動 這個賽事 所以我們也說 這個賽事的結果 真的可以讓我們做參考 我們感謝這個 不信仰 我們等一下再跟你請教 我們這段要帶大家來看 其實我們說 在臺灣 遇到這個問題 其實也是我們 Universal 全球化的這個問題 同樣 日本也是遇到這種問題 但是我們臺灣這段差 臺灣這段差 有的人要坐什麼 去比賽 但是這個問題 我們說不必繼續來討論 我們要來討論 就是說 真正在選手在這裡 可以怎麼去好好 來比賽 我們沒有進入另外報道 先走我來看 兩者歐文中華代表團 因為選手 坐經濟村 關完 坐胸部村 引起紅包 行政院長 索情村 二十四點前來 三遍 向選手來回事 內 聽到市長 庚小雞 還在二十團出 清晰的消息 庚小雞 用六音棟來證實 已經在第一時間 向教育部長 辦門中 提出市庭 共調該府的 責任會負責 歐文比賽結束了後 怎麼會潛入全民憲土 我的責任 該負責的 我絕對不會逃避 一定會對救這任 尤其最不該的是官員 來擠進商務艙 這很不對 過去沒有做好的 這件事情 回來 等賽事過後 一定會查明究責 所情商說 行政院一定會查明 最關的這任 若是替市長 中小火清時 他表示 現在最重要的就是 在比賽的期間 讓他們最好的照顧 讓選手做最好的志願 讓選手為國比賽 得到最好的成績 這才是個人的記台 記者綜合報導 是啦 在我們說在領域 風險或是在選手 在領域金牌 我們說到 包括這個方法 但是我們真的要去檢討 是這個 我們說行政能力也好 還是說這個 不一樣協會 或是體育數 或是說這個奧林匹 這個我們說這個中華奧會 自己的角色是什麼 站點在這裡 當然是要保護到 所有的選手 在這裡有時候 角色可能是湊暖氣 我們總是來進行 我們跟台灣整個經過的 體育改革 我們繼續請教理事長 是 我看這個事情是這樣看 整個事情應該不是 要怎麼做到 商務商也不做到 主要是你怎麼跟他 選手溝通 但是我們看整個體育 社體育社 他的整個價格來看 他都是公務員 都是科技 你只等他一直升起 你要釣魚也不好釣 你譬如說你現在跟他一個副署長 要釣一百的地方 也要釣一堆 你把機關要釣的體育署 你也釣不進來 所以比例說 他整個結構都是公務員 現在你看不管是代資源也好 謝署委也好 都是在國家在國際 四個杯 看過最高級的比賽 打過最好的比賽 在冠軍的選手 他們的視野都不一樣 所以現在他提出這些行政官員來服務 這些選手來講 當然期望值有落差 再來說 長期以來 其實臺灣的體育都跟黨政有關 類似說我跟你送對象 所以我跟你叫做什麼 你會做什麼 別浪費 所以你看 不管是天津 游泳 舉重 這裡都不會說什麼 但這裡有出國比賽 比較頻繁的 都會看到不一樣的視野 所以他們的相反都不一樣 所以我看過這個 整個事情應該是要說 體育署這個單位要開始 扣說他的人員編制 一定要公務員 我就用到刮 現在臺灣這幾年 去國外討論 討論運動行銷 運動管理 很多 有那麼多 不一定說在臺灣討論 我也有交代學弟 討論電機的 去美國討論運動管理 去跟大陸網上班的 這人很多 現在在臺灣出國 扣這個時候差不多一百 但這些人回來 體育署是他們的第一個 主要 應該不是 這是最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要大開大擴 體育署這些機構 第一 不要全部公務員 不要全部體育署都是扣體育的 我們說盡親凡是很重要的 台積電網不可能全部扣電機的 一定是各行各業 各個專業的勞人都在這裡 這公司才比全世界最好的 同樣你現在體育署要服務 全台灣最好的選手 尤其要拼 拼奧運 你當然你不能說 全部都是扣體育的 不能說你的心思跟你的思文 同樣 這樣現在看到說 他們認為沒事情 其實體育署的官員 現在說 怎麼在臺灣討論 搞得那麼嚴重 他們的心思是這樣 搞得那麼嚴重 怎麼每個人都不會這樣 問題是說我們臺灣人 對這事情的期望子 他們完全不一樣 如果還讓他們這些人繼續這樣做 還有十年也是一樣 尤其我們看 體育改革已經發了幾個年 所以這個部分 真的 透過這回 我們看日空一六年 其實就有一天四天 是啊 謝四月 這回日空日空年 日空日一年 原第五年 所以還出現這個問題 其實這個體育改革 我們說真的要打一個 精度的question mark 另外我們這段 帶觀眾朋友先來看 體育署最新的回應 先走來看 2021年3月9號的部分 因為因應疫情 後來我們決定去城採全團 搭乘包機出發的方式處理 這最主要我們的考量 就避免與其他的旅客來進行接觸 來確保我們所有選手教練 以及團員的一個安全 所以回程各項我們的安排 因為每一項賽事的結束不一樣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的安排 也是以一般航空 但是以商務艙為主來做處理 因為東京奧會的一個防疫規定 比較嚴格 部分比賽 因為場地距離選手村比較遠 所以我們跟代表團討論後 也決定租用比賽場地距離比較 離比賽場地距離比較近的一個 符合大會規定的一個住宿地點 主要我們從3月9號之後 決定完之後 因為整個疫情的考量 我們經由我們幾位防疫專家的一個建議 在經濟艙採梅花座的方式來做處理 沒有去深深再進一步的去考量到 對選手的一個照顧跟服務 這個部分 我們真的是在這個地方 我們要再深刻檢討 我們在我們的契約內容 的確是沒有去註明我們的座位分配 是我們繼續要來請教 沒想到在日本 我們看說這回我們看到台灣的選手 在日本 剛才還是說 其實都受到關注 但是這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台灣選手在日本 安裝來去幫他們過好洗 其實我們看到日本代表處 這個我們看到說 很重要的這個代表家 其實他也開始在做 安裝幫他們做這個服務 比較矯正的 這個他們安裝作 你又幫他們建議一下 這位安裝選手在4-5-15 我想謝大使謝長長 他是對選手團來這裡 要怎麼照顧 他是當很多鬧金 例如說他說他需要選擇 擴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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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攪兇 放到很高 有一個地方在中部的地方 所以 譬如說 在東京的代理事務院 他會長不是東京 他去帶到美國的 租會長 選手村 集中在台廠的地方 他要送的 所以他去帶到那裡 他在這個 防疫方面 他就比較困難 因為他接受的機會比較大 OK 好 我們感謝這個 母親兄在日本 這樣給我們做睡眠 到這裡 我們這段 又把小孩帶回來我們臺灣 剛才其實我們說到 日本在這裡有這個風 也有這個水球 臺灣一樣 也是有 剛才我們看到說 東京是差不多三十歲 五十歲 這個人 確定很少 我們臺灣是 我們差不多 也是這個腳踏的這個人 我們說二十歲 至三十九歲這個部分 比例是比較高 所以我們看到說 穿到四十幾% 在臺灣要非常注意 但是如果說 青少年住BNT 我們過去的支援中心 也已經說過 這個十幾歲 七十八歲 但是這裡降多少比例 我們先聽 這個不容易跟我們建議 我是覺得說最近其實專民對這個風 和以風車的地形都越來越好 但是有時候有些措施 我們先來解釋一下 譬如說剛才主持有說到 今天二十幾三十九歲 我們臺灣的核心人數很少 所以四十二%是減四歲而已 而且最近還有這個 我們說這個海鮮男 跟家教男的群聚 所以說你就可以看到 一個群聚的發生 就有可能改變這個 核心者的結構 所以你如果看到這個四十幾% 也不用擔心 你先看幾天 就知道我們臺灣的這個比例 是怎樣 尤其人數來說是假的 另外就是說我們談論 就是說是不是要扭這個群聚 未來這個十二歲至十八歲 這個青少年來注射 那麼最主要就是說 因為台積電 鴻海跟這個組織 都已經買到這個BNT的群聚 有可能八九月 甚至八九月 會來到我們臺灣 這個時候就有討論說 那這麼好的群聚 又是全世界為他可以 確定說可以住在十二至十八歲的青少年 是不是我們先把這些群聚來扭 這些青少年 所以有些情 就是說 像我這種中年人 二十歲 三十歲 四十歲就開始煩惱了 如果我把這個群聚扭給小孩 我自己要怎麼辦 其實我覺得大家不用太擔心 我首先來說 我們這個群聚要怎麼決定 住什麼人 這是有口號的經濟 我們看這張棒 不知道寫得對嗎 就是說一般開始 我們如果是團佈率在升官的時候 我們就應該對高危險軍的人開始煮 這就是我們臺灣第一階段 以風車的這個政策 那你如果是團佈的這個收尾的這個管道 開始增加 因為近前我們臺灣只有境外移入 現在開始有加護感染 有社區感染 但是你都要對 也是一樣 對高危險軍來注射 那麼我們臺灣對這個高危險軍的注射 已經來到差不多七八十趴來做議員 但是你如果以風車的數量有夠 實際是說無論什麼續軍 你的地數率正確的是 你就要對這個高團佈價 容易收尾的這個族群開始 我們知道這個青少年 本來就是因為九月就開始了 我們去上課的時候 我們就所有的青少年都關於在九層裡面 這就是一個群聚的行為 那你沒有把這個青少年保護好 他如果是萬輩去遮住 他回去到家裡 就餵給他爸爸 餵給他媽媽 餵給他阿公 阿嬤 那這就是我們現在一定要超前部署的所在 但是這個超前部署 有人煩惱了 但是這個遺風車很貼 我現在把這個遺風車來扔 這個小孩之後我就煮不到 其實我是看到這些煩惱 我其實心裡很高興 是不是說很高興 表示說大家現在都知道說要煮遺風車 我們臺灣對遺風車的接受率很好 我們來看 我們看這張 這就是說 我們看得到就是說 目前臺灣大概有多少遺風車會進來 那麼中手來說 未來都有到差不多五千萬 這個目前來到臺灣是差不多九百 九十萬 要跟一千萬 這個要跟一千萬 這個不包含到鴻海 台積電跟這個主席 接受關的一千五百萬 所以要不包含 所以也就是說這一千五百萬 來到臺灣之後 就差不多兩千五百萬 比我們全臺灣兩千三百人口 還比較多 而且我們再來看 這是我們中華民國的通計資料 我們看 現在如果要開放給青少年是幾歲 十幾歲 以上十三十十十十五十六十七十八 落在年齡戰 一個年齡戰 差不多是二十萬 至二十一萬 我們算起來 幾人 照臺灣的政府的通計 是一百二十七十七萬 如果是兩隻都差不多 降五百萬多 兩百五十萬多而已 降一千五百萬多多少 兩趴 沒有二十趴 二十趴 也不夠多少 也就是說就算 你把這些孩子都住下 住了後 你也是要有很多的遺風車 後來住這二十歲 三十歲 四十歲的成年人 而且有的人就煩惱了 但是我們現在 如果要把這些青少年住校 這樣我是不是排得不住 我會排得很後面 不用煩惱 因為青少年住校都是在校園裡面 在學校裡面住的 所以現在這個住校站 現在這個衛生所 現在的禁所 所謂現在目前在幫你住校服務的這些衛生所 都是照相體力的服務 是未來政府的調派一些人 手指的學校裡面去住校 所以你的管道也沒受到影響 你的收容也沒受到影響 未來我們臺灣還會一直採購新的疫苗 所以我是覺得說 希望各位觀眾 不必煩惱 相信我們的政府一直在補充 以風車 以風車的拼擺 也都不斷 各種拼擺 一直去擺 越多拼擺 涵蓋越越高 對我們臺灣的風油就越好 是 剛才我們說到 差不多這樣加起來連這個BNT也好 未來還有千五萬港 這樣加起來 臺灣中所差不多五千萬港 我們剛才也說到 算到是兩百五十萬 我們說學生 學生孩子 十二歲至十八歲 住兩宗 這樣 接起來差不多是兩%的這個收容 所以我們看到就是說 其實這個以風車 等以來的時候 都總有夠 所以不用怕說 誰住得到 誰住不得到 尤其我們說生了少了 十二歲至十八歲 這時候只有百二萬 這也是另外一個 為期我們未來可以好好 去討論的這個部分 但是我們也說到 這個十二歲至十八歲 本地就是我們這個政府 中心有去討論的 在這裡他們只要做一些這個修改 修改什麼 修改一些這個EUA 這個修改 過去我們說是生年人的這個部分 未來如果是真的單臺 BNT可以有這個市場 在這裡的時候 他們才去修改這個EUA 跟他們做十二歲至十八歲 這個部分就改過了 所以我們看到 說過去有十二歲至十七歲 這個研究 都是住這個BNT 我們也已經說過了 另外我們看到 這個人口中間 這個二龍感染口疑似 他也一樣 我們說十二歲以上青少年住這個BNT 我們說青少年住BNT 可能三星的副作用 粗暴緊急 這樣對中起來算是剛剛好而已 不說太嚴重了 所以在這裡 真的在我們說疫苗這個量 也不用去想太多 另外對青少年的副作用 也不用想太多 但是真的要煩惱的是什麼 真的要煩惱的就是說 靜體這五基車在臺灣要安裝來煮 BNT也好 未來還有我們說高端 甚至還有煉鴨 我們說有AZ 我們說摩德納 繼續 請到如太醫師 剛才我們說青少年朋友在這裡 都不用怕 但是未來這個疫苗 如果是這個時候 是不是會亂起 當然如果中國太多的時候 大家就會選嘛 現在就是有人會選 說要等莫德納 有的人要等這支BNT 所以我是覺得說 我們政府還是要再選團 大家說所有民眾要選團 又說有保證 不要這樣說要選這個選那個 其實我是覺得 像我打最高我是 原來我是不會煮的 我先說 說頭聲 因為那時候很多人問我說 你要煮 我說我這個人比較煮 但大家都煮 對我才會煮 OK 但是現在就是 剛才我們美醫師有說過 就是說會去英雄打白郎 因為我孫子就說 我如果沒有煮 我們兒子就說 不要回家 不能滑 所以我沒手 他就要 我就定幾天去煮 煮後是多艱苦 手是不營養的 再來做禮 我就因為心中覺得 紋紋 還這樣吵吵 我就怕我是不是有心肌炎 一直煮摩德納 所以這也是一個煎熬 我覺得我還要煩惱這個 煩惱那個 我煮第二檔的時候 我就還要煩惱 聽說摩德納第二檔還要煩惱 就像在蒸到旁邊一樣 所以我是覺得大家不用想說 我要選對選對 其實如果有就去煮 其實我們現在也大部分有些人 像我有幾個朋友 他們也說他不會煮 他們也七八十個 他們也說他不會煮 他說怕負作用 你怎麼會鼓勵 我是鼓勵說 那你沒有煮 你如果出去 你如果去問到 你就可能你命就沒了 是 剛才我們說 賣醫師也有說到 我們說上行路比較高的時候 什麼人要煮 什麼人比較後面再來煮 所以我們說真的 這時候有郵票來就沒關係煮 我們看著說第三坡的這個煮 就是我們看著說這個人數 是哪來哪坐 未來 我們看著說這個煮 的這個平台政府應該也是會 想比較矯正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看著說未來 無論是要開學了 也就是說我們真的這個少年朋友 可以去煮 有的人說 我就是這個三十歲 這腳刀的人可能煮不到 也不用怕 他廟廟總是會告會 另外我們剛才一直在說 這張度這個少年人的這個比率 跟這個長項閉起來 是增加的這個部分 但是我們剛才說到 這年這個人數要好好去觀察 我們這時候在看的 就是差不多十幾例 我們去增加 這十幾例裡面 其實這個四十 這個我們剛才說二十歲 至三十九歲 驚 都是一些這個團補人 也是比較明確的這個部分 雖然我們看著說 這個收集在這裡是穿到四十三 但是剛才沒輸也有跟我們說到 這個部分是他的這個無體所 很少 所以中間的就是這個部分 但是我們真的在風雨上賣的 還是我們說把我們風雨的成果 讓全世界去看 也讓一些國家一些建議 我們看著說過去也是模範 像這個月亮也好 還是我們要讓這個日本去學習 我們的經驗還可以團帶 對 我是覺得說我們臺灣 說實在 我覺得觀眾朋友 真的不用怕 就是說在五月 五月 我們都不知道 宜風車在大 五月 甚至是政府在鼓勵 大家去煮宜風車 大家沒要煮 到五月中開始有疫情 大家怕很怕 要煮不可以煮 四過都沒有宜風車 六月四號 日本 移風下來 還有後來莫德納兩百五十萬 這個來 你永遠不知道 七月 八月 九月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你就是滾動市的教導 這個政府中心的建議來做就好了 譬如說我們剛才說 四十六 四十二趴是生年人 走到四 其實算是六月而已 沒有很多 所以他每天都會變化 我們就看他是如何變化 來調整我們以風車 而且是說防疫這個步驟要如何改變 我是覺得 我記得在幾年 我來這個 前面來這個節目 我就有說過 金色柱掛水 五湯歐平坑 這三個月到現在 要是學校 不要剩菜就去滾肉汁 滾平坑 要嘴巴掛好 大家非常鼓勵 維持 維持好 像我們現在六項的時候 我們有這個雞幫 我們以後在餐廳 用餐的時候 也有雞幫 把這些事件都做好了 你就會覺得這個北斗 好像就放不出來出去 但是你還做到以風車了 還要再放不出去 因為你拿來的北斗量就糟了 現在大家都知道什麼是CT值 以前不知道什麼是CT值 R0值 R2值 大家都知道 是 所以我們臺灣 其實我覺得 臺灣是一個機制 也可能是因為我們臺灣的 國民的組織很好 大家收發 大家聽 政府中心 我是覺得 只要把這裡做好 我們這個風業的經驗可以去輸出 好 米粉 好 米粉 好 米粉 比較知 ماå 彼門的時 當然相殺 我請你 要平安哦 不中